我們就來開始我們的檢報 我們檢報一開始 我們請從頭到尾參與方式實驗的張耀聰副研究員 我們就請他報告一下 他是不是來 部長 謝謝長導致你們介紹 因為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在後面這個檢報上面 我就會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我這邊呢 我們這個主題是循環農業的一個 生物碳發電系統的一個應用介紹 那這個是我們在時常在評券文 一般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這個一個情況 那這一些到底有去而從 很多呢就是怎麼樣 晚上當什麼 民國王會嗎 是這樣子嗎 那看到的他突然就是什麼 煙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問題 叫做同路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呢 海風過後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田間的漂流木也好 或是這次的這些廢棄物 再來成堆 這一些明確而從 可能到最後一部分做堆肥 那一部分呢 也許是也來到土方園 一段時間以後 漢就會推到整個大氣中淹去了 那這一些都不是我們所需要 而且呢也不是真正一個固炭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我們在這一個部分呢 在整個氣候的一個變遷之下呢 其實在我們 在台灣來說的話 尤其是高雲地區 那每年可能風災或是水災來說的話 這一個部分 有很多的漂流木會造成農田的一個淹沒 或是突來口的變遷 那目前呢 2015年呢 法國的新聞知識倡議裡面 全球減碳 這是一個重要角色 那在我們同委會這邊呢 當然呢 也因應這個全球減碳的一個方針呢 做了一個循環農業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計畫 那我們這一套設施呢 其實是在105年的時候 農委會那邊呢 就指示高雄廠做這樣的一個示範場域 那在106年的話 也因為農委會這邊有很相關的一個計畫 由林氏所這邊呢 補助了我們 待會去到現場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一個 蠻舒適的一個演目 那這個是 謝謝農委會這邊的一個大力支持 那以生物碳的一個定義來說的話 簡單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種減氧燃燒 生物質它減氧燃燒 然後 這一個部分呢 減氧燃燒以後 產生出來的一個碳 那它可以改良毒啦 改良毒乾 多的一個產量 這個作用 那在生物碳裡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高碳含量 然後減細物質 頻度越高的話 減細物質越高 那它表面呢 帶有很多的 表面的布電荷呢 然後能形成一個 帶電的一個載骨 所以它具有很好的一個細部性 那而且它可以增加 減氧的一個保肥能力 提升肥料的養分利用率 那什麼是生物碳 什麼又是一般我們所說的生物碳 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生物碳在減氧裡面 為什麼它可以形成碳位 碳空存 因為生物碳它不容易被 微生物分解利用 這個部分不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利用來說 它還在減氧裡面 50年100年 不然是屬於碳的一個形態 那生子碳呢 一枝落葉的部分 還在減氧裡面多久 三年五年內 絕對就是分解完 碳又回歸到大氣裡面 所以它這個部分 雖然也是濃會循環的一個部分 但是它沒有真正把碳 碳會固定在減氧裡面 那我們超雄廠這邊有一個任務呢 就是做一個生物碳的一個示範的一個場 所以我們在今年度呢 其實在紅豆還有洋蔥這兩個作物上面 我們也都辦過 是用碳應用的一個觀光會 而且在這樣子的一個成果下 來說的話 它的產量呢 增長的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尤其是在改良 像點性土壤或是泥土的一個改良上面 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那我們待會呢 會到現場來說的話 我們會有這生物碳的設備 其實就會請各位 待會要移駕到現場來說的話 大概有所謂精料系統 還有出碳系統 還有控出液的排放系統 然後再發電系統 這幾個主要的部分 那我們呢 整個精料流程呢 大概就是精料以後 經由企劃圖 企劃圖這個地方 會收集可燃氣體的部分 往下拉 經過氣冷水冷 氣冷的部分呢 大概就注意 出來的部分 大概就是注意 澆油和注意 那水冷的部分 大概出來了大部分 是控出液的部分 然後再進到一個集氣槽 就把這些氣體 拉到發電機裡面 然後直接產生電冷 那在氣化爐這個地方 當然也會有一個出碳槽 就是生物碳的一個排碳的一個 裝置在這邊 那我們整個設備的一個吸引性呢 最主要就是 其實主委一開始就講到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 1.5公斤的木質燃料 我們大概可以產生1K瓦的一個電力 所以呢 我們這台機器呢 可以連續 每小時呢 可以連續處理大概 150公斤的一個木肺料 那產出大概 最高可以產出大概 100K瓦的電力 那產出的生物碳呢 大概5到15%左右 那這個設備呢 其實它產出的一個 焦油或是木質 以焦油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在做一些試驗上面 也慢慢的也發現 它好像對相像防疫病的預防效果 有一些效果在 所以這個焦油和木質燃料 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呢 也積極在做這個 所謂的非農耀防治的這個部分 作為農業資產 防治資產的部分 那所以以木質燃料進來的話 它就可以做一個 全循環利用 產生濾電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也是目前國內唯一 也是第一套的一個設備 那整個為什麼要做這個跨領域 其實這個工謀會 最主要 農業費幾乎幾年來的時候 花大概2.500公分 那很多呢 其實除了野蠻以外 就是族邊上看到燃燒 其實有很多都是貼減燃燒的部分 那或是就地野蠻分解速度可能比較慢 或是低水地區來說的話 甚至雨季來說 PYP就會造成出水口的一個土塞 那再來呢 我們這一個 減少路邊燃燒的問題以外呢 也可以減少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產生的生物它才會有 碳會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呢 希望說這一種設備呢 優秀是可以推向南向國家 新南向政策電力還不普及的一個國家 這微型電廠的概念 也可以創造業者的一些商機 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呢 用最減電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是把高平地區呢 整個大概全台灣高平地區 種的比較大宗的作物 我們稍微做了一個統計一下 還有我們把太陽的一個芒果 還有荔枝沼子的煙霧 檸檬發了這一些 我們去統計了一下 它每年修下來的一個枝條 那修下來的一個枝條裡面呢 我們就換算了一下 它大概可以換 就這幾種作物 可以發多少附件呢 大概是3200萬K瓦的一個電力 3200萬K瓦的電力 那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的一個收購電價 大概是在3089 我們把它算成字塊來說 就有上億的價值 在這裡 這個部分 光是我們這六種 多的飛去 就有上億的電力 可以搶的 那以生物碳來說的話 它大概會有幾千多空頓 七千多空頓 目前現在生物碳平均單價 每公斤是在多少 是在平均大概在20元 那這一個換算下來的金額 是非常的換 那這個是我們在這套機器上面呢 我們可以去推移 如果未來 我們在農業的一個 廢棄物處理方面 我們可以廣設 像這一類的機器的話 應該在處理這一塊上面 其實是可以有比較大的一個 發展空間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呢 就以我們高雄均農會北洋廠 這一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好了 我們高雄均農會北洋廠來說的話 它這個以綠電來說的話 我們每個月操作20天就好了 然後另外的兩天呢 就當作機器的保養 那其他呢 每一天呢 我們用六個小時來計算 六個小時來計算的話 你會記錄的 以現在能源局公告的 會記錄的8天天價來講的話 你平往 大概是38945元 那這個綠電的生產 用這樣子來講的話 就可以產生56萬 但是如果是業界來說的話 不可能讓機器一天只運轉6個小時 也許這機器可能就是一天24小時的運轉 那相信這個機器來說的話 它的產電的價值就會更高 那再來呢 生物碳的銷售來說的話 以木炭來說的話 每15公斤裝是能買60元 那這一個部分呢 是比較低價的木炭 如果是以足炭來說的話 15公斤裝一代就要多少350元 那這一個我們的設備 不是只可以燒木材 木材的部分 也是可以來使用的 而且足出一的那個單價優越更高 所以這一個 我們大概連產的話 大概37.5萬 那木出一的部分呢 這一個以目前來說的話 市面上大家可以去搜尋 每公升的單價是在75到300元之間 75到300元之間 如果是在比較高溫的一個生物 高溫製程的生物碳產生的木出一來講的話 它的單價都會越高 我們這台機器就是後半 這一個部分 那但是我們用最基本的技術源來計算 還有81萬元 所以預估我們這一台設備呢 是在三年左右其實就可以做一個回饋 那這一個大概就是我針對我們這一套設備 簡單的一個介紹 我相信齁 大家一定是希望說 我們實際去看實際的設備 看它的運轉效能 這才是我們今天來 大家業主 這麼多業主 業者來齁 最期盼的一件事 那所以說 我們這一個部分呢 大概就是我簡單的一個說明 大概就是針對這一個設備的部分呢 我用很快的速度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再來呢 我們待會 如果說 針對這一個部分有什麼意義的話 有什麼問題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請各位 我們待會 即將到我們現場 機器現場的時候 看到食物機器以後 有什麼問題 大家就可以在現場 提出發問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後面呢 這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在樓下呢 我們人比較多 那我們現場的話 車輛不容易 所以我們樓下有準備了兩部一彎車 專門跟各位 那我後面去 但是如果 因為我看一下人數的話 可能比較多 如果搭不上一彎車的話 要自行開車去的話 這個就是在你們的獎勵的最後一頁 從我們門口 往右手邊的方向 移行 所以一路就會有 人幫你們 導致到我們 那如果左部的話 當然還有公平 所以說 這個部分呢 待會就請 是不是 就請各位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 一架到現場 那我們等一下呢 在樓下呢 我們希望說 像這樣子 全台灣首次的一個發表 是不是可以在樓下大家做一個合議 所以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 可以請大家 待會就先 你架到樓下去 OK 等一下 請大家 講一下 各位 請大家 我是在中山大學做半導體科技的教授 我們請來轉調在這邊 那這個學道非常讓人印象深刻 也非常感到很有未來性 那麼這個不同 這個我看到很下去 不管是公立 我覺得應該要認識去部長 部長有影響 因為它下面有 即使可以省透 電線繼續來典化典費 它有一個月間隔關 那如果不只說 公演員是安全的嗎 我相信部委都知道了 不過因為省同期我跟他 手跟郭彥之外 這一塊如果也要買自費或大大 甚至制裁局都要進來 我不知道這個專利部局 如果要求國推廣 就變一個一個東西 一個產業 或者是天使創業基金 在國發會 都有這些會收集 就看看到這個農委會怎麼樣 有需要小弟一幫 一幫過獎 就是挑戰一下 謝謝